園民会建构及收散住宅补助开跑 从110年度开始建构住宅补助每户提高为22万元 收散住宅补助每户提高为11万元 调高家庭不动产限额至876万元 放宽全家人口的限制单身也可以申请 其实他补助经费12年没有调整 这一次我们特别争取 因为随着物价调整 我们认为补助额度会提高 所以向行政认争取终于获行政认同意 根据民会统计 109年建构及收散住宅受补助的原住民家庭达944户 较108年成长了24%以上 为了满足更多原住民经济弱势家庭的居住需求 110年度补助经济弱势原住民建构及收散住宅计划 核定经费高达1亿1500万元 较去年预算增加2000多万元 预计协助1000户以上族人改善居家环境品质 20岁才能申请的规定取消 而是完全跟着民法规定来办理 不醉生年龄会降低 过去我们这个规定要一户 要两个人以上才能申请 我们认为说是对单身的歧视 所以我们放宽到 即使全户只有他一个人也可以来申请 原民会建构及修山住宅补助计划 受理申请从几日起到6月30号为止 这一次增加辩明措施 透过电子资料交换免区族人到处奔波的辛苦 族人只需要备妥全户户口名簿或户籍藤本 最新各类所的清单及财产清单等资料 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市区公所申请补助即可 原是新闻窑外地步入晚 新北新庄采访报道